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晚年最怕得老年痴呆,专家建议这样应对,很多人后悔看晚了。 老年痴呆即失智症,是一种践行性认知功能退化性疾病,临床表现为记忆障碍、失语、失认、视空间机能损害,以及执行功能障碍、人格和行为改变等。 目前无法治愈,综合治疗可以延缓病情发展,我国有800万人到1000万人罹患此病,庞大数字背后是上千万个家庭的隐痛。 嗡嗡嗡嗡嗡嗡嗡,会开了不到一半,其余的手机就不停地震动。 实在抱歉,工作时其他电话都可以不接,唯独我妈打来的电话必须要接。 其余一边道歉,一边快步走向会议室外接通电话。 其实,这两年多来,每次看到母亲打来电话,机遇的心里都会像打鼓似的咚咚直跳。 因为那意味着,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肯定又出状况了。 果不其然,父亲走丢了,母亲急得直哭,听着电话一端母亲近乎颤抖的声音, 其余赶忙跟领导请假,开着车满大街地寻找父亲。 自从父亲被诊断为老年痴呆以后,其余就时不时地被急躁,应对各种突发状况,心中始终紧紧奔着一根弦。 一,父亲像变了个人,把邻居妄想成情敌。 河北省的80后,其余是一名媒体人,妻子是中学老师, 看似生活稳定的一家人,却有着一个心结,就是父亲其大爷。 退休前,其大爷是一位会计,对数字非常敏感,工作几十年鲜有出错。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,到超市买菜,机器还没扫完嘛,其大爷就算出了总价格,而且分毫不差。 到了退休年龄,其大爷又被单位返聘,继续工作了五年。 在同事和家人眼中,他是一个不愿意停下来,做事情竭尽全力的人,66岁那年才算真正歇下来。 也正是在那之后,其大爷逐渐变得沉默寡言,看电视一看就是几个小时,也不跟家人交流。 其余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,想像以前一样向父亲诉说,然而其大爷完全没把儿子的事放在心上, 经常抱怨老伴莫大妈做的饭菜不好吃,洗的衣服不干净。 全家人都觉得,毕食的其大爷,冷漠,心胸狭隘,在心理上疏远了他。 但也都以为,那是其大爷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还不适应的表现,怎么也想不到是老年痴呆的症状。 其余告诉记者,紧接着,父亲开始变本加厉。 疑似,莫大妈退休前的几个同事到家里做客,晚饭后,几个老姐妹正在客厅里聊得津津有为。 已经回到卧室的其大爷,突然穿着背心,短裤,出现在客厅里,并冲着莫大妈的同事们大喊, 你们怎么还不回家,都没有家吗?弄得莫大妈尴尬极了。 但在当时,一家人仍未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。 后来,其大爷总是怀疑家人偷了他的钱,甚至妄想莫大妈道德败坏。 在他的妄想里,隔壁邻居,小区保安等不相关的人都成了假想侵敌。 他认定莫大妈欺骗了他一辈子,怒斥他,逼他老实交代。 气得莫大妈直哭,有一次其余实在忍不住了,对着父亲大哄, 你把我妈说成那样的人,假如你不是我爸,我肯定揍你。 话音刚落,只见其大爷垂着头坐,嘴角下撇,深情绝望。 一家人终于意识到其大爷可能病了, 半哄半骗地带他到医院检查,最终被诊断为老年痴呆。 这个消息对他们一家而言,无意晴天霹雳。 真的想不通,这样一个头脑灵光的人,怎么得了老年痴呆? 其余无奈地摇摇头。 医生告诉其余,大多数情况下,老年痴呆患者的世界逐渐变得混乱无序, 脾气会变得行动无常,不认识家人,甚至不记得自己是谁的情况也很常见。 事后会想起来,一家人恍然大悟,原来其大爷并不是突然失智, 只是那些初期的蛛丝马迹被忽略了。 清醒时,其大爷对其余说,爸爸不能保护你了, 以后要靠儿子来保护爸爸了。 当时听了,我真是心如刀脚, 父亲是个特别要强的人,不善于表达情感, 这样的话他从来没说过,我们都缺乏对这个病的认识, 没及时带他就诊,以至于病情发展迅速, 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,甚至还苛责和疏远他, 其余悔恨不已。 二,得撑住,不然谁来照顾父亲。 对于老年痴呆患者家属来说, 陪伴和照护患者是一段艰难的旅程, 不仅要承担繁重的护理工作, 还要面对患者各种状况,以及病情的必然恶化, 承受着终有一天被遗忘甚至失去至亲的痛苦。 齐大爷这次走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 幸运的是三个多小时后,他被民警送了回家, 原来细心的民警在巡逻时, 发现齐大爷在一个路口徘徊,步履蹒跚, 惊声恍惚,便主动上前询问, 但老人表示不记得家庭地址, 民警看到他胸前,下着家属联系方式的牌子, 猜测老人可能是老年痴呆患者, 不仅联系了齐宇,还把齐大爷送回家, 全家人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。 去年十月中旬,齐大爷还走势过一次, 当天,莫大妈带着齐大爷去买菜, 给钱找钱的不一会儿功夫, 齐大爷就不见了, 家人急得全程寻找,还报了警, 就在已经筋疲力竭,几乎三天两夜未合眼时, 齐大爷居然自己回家了, 他的衣服已经脏得不成样子, 并且身体虚弱。 在齐大爷断断续续, 难以分辨真假的描述中, 齐宇得知他走了很远的路, 可能到了农村, 看到了牛和羊, 至于怎么找回家的,至今是个谜。 莫大爷说, 其实儿子早就买了可以定位的电子手环, 可老伴好像很不喜欢胳膊上带东西, 总是自己往下摘。 都怪我太大意,没看好他。 说这话的时候, 莫大妈一脸沮丧, 除了要时时刻刻防范患者走失, 时代老人家属也命令着其他身心重压。 老两口坐在家里, 原本好好的, 齐大爷会突然发脾气, 张口就骂莫大妈, 你给我滚蛋。 莫大妈不理会, 齐大爷就越骂越凶。 莫大妈无奈地说, 他生病前并不是粗鲁的人, 听医生说, 病人会逐渐失去各种功能, 甚至到了后期不会吞咽不能说话。 莫大妈看着老伴, 眼里充满深深的哀伤和无奈, 但他安慰自己, 好歹老伴现在还能说话, 对待莫大妈, 齐大爷也有温柔的时候, 清醒的时候他会拉起我的手术, 我以后就靠你了, 有你在就没问题。 他这么说让我更难过, 莫大妈的眼泪再也忍不住, 速速地滑落。 齐大爷生病以后, 睡眠时间变得越来越少, 有时晨晓不睡觉, 吵闹骂人砸东西, 其余数了数两年多的时间里, 一共请过六位保姆, 基本都是干了一段时间觉得太辛苦, 要么要求加工资, 要么干脆就不干了。 可即便加上保姆, 其余夫妇, 莫大妈四个人, 黑白倒搬照顾齐大爷, 每个人也都不轻松, 何况其余夫妇还要奔事业, 工作和照顾父亲连轴转, 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和持续性疲劳, 令其余患上轻度抑郁症, 靠吃药为吃。 我得撑着, 不然谁来照顾父亲。 其实, 其余不是没想过把父亲送到养老机构, 接受专业照顾, 但咨询了几个离家不算太远的机构都表示, 宁可收失能老人, 也不收失智老人。 除了照顾难度大, 一旦老人在院内出现伤害, 走失等事件, 会对养老机构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。 三, 眼看着他把我们一点点忘记。 照顾老班以来, 莫大妈逐渐摸索出了与痴呆患者的沟通模式, 要顺着, 要哄。 当其大爷突然生气, 沮丧了, 紧张, 最好的办法是转移注意力。 患病后的其大爷固执得很, 不相信自己得了病, 更不愿意吃药, 经常把莫大妈给他准备的药打翻在地, 并大吵大闹。 莫大妈便将自己的高血压药和其大爷的药都磨碎了, 放在水杯里, 拿起杯子和其大爷干杯。 没想到其大爷一饮而尽, 一天早上, 其大爷满屋子找东西, 还喃喃自语, 要迟到了, 要迟到了, 看到他慌张烦躁的样子, 莫大妈猜出来他可能误以为自己还在上班, 正在找书包之类的东西。 其大妈灵机一动, 对其大爷说, 今天是星期日, 单位不上班, 你们单位这个月是不是快要发工资了, 你都算对了吗? 边说, 边拿出纸笔计算器递给老伴, 其大爷情绪渐渐稳定下来, 而过了一会儿, 竟然把上班这事忘记了。 我是你儿子吗? 不是, 知道其宇是谁吗? 不认识, 这是其宇和父亲的对话, 换了老年痴呆的人, 就像脑海中出现了一块橡皮擦, 将人生的记忆, 生命中重要的人一点点擦去。 最痛苦的是, 眼看着他把我们一点点忘记, 除了承受, 完全无能为力。 其宇说, 最近其大爷的思维越来越混乱了, 有时会管儿媳妇叫妈, 管其宇叫爸, 连最爱的孙子也不认识了, 早餐吃完打半小时顿, 醒来就问, 该吃晚饭了吧? 其宇每天都要耐心地跟父亲讲一遍家里人的关系, 告诉父亲他是谁, 父亲自己是谁。 其宇说, 自己常常陷入焦虑, 一方面, 他特别想多陪陪父亲, 只要想到父亲的生命进入倒计时, 他几乎要喘不过气来。 另一方面, 在河北, 顾保姆住家照护一位失智症老人, 每月五六千元起步, 再加上还有孩子要养, 工作加班便是尝试, 每天为了升级奔波, 印象里的父亲严谨认真不苟言笑, 以前常常觉得自己跟他话不投机, 沟通很少, 无数次想要脱离他的管教, 想抵抗他要求的一切。 等这座大山轰然倒塌时, 才突然明白, 原来我是那么爱他, 才知道这是一场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理, 其余时深痛苦。 四, 专家观点, 老年痴呆一般会经历轻度、 中度、 重度以及中末期几个阶段, 就像上述文章中的齐大爷一样, 在痴呆早期就会因为认知功能障碍, 导致社会行为能力下降, 和复杂日常生活能力下降, 表现为不能购物、 理财、 做出重大决策、 丧失工作能力等。 这个阶段, 家人要及早注意和发现, 及早带老人去医院就诊, 针对老人照料等事宜, 召开家庭会议, 拟定照料和养老决策, 做出长远规划目标, 尤其是将以下几个问题要提上议事、议程, 有利于痴呆老人有一个幸福婉言, 中末期需要舒缓医疗, 痴呆患者到了生命最后阶段, 可能会因为肢体僵硬而卧床不起, 往往合并吞咽困难, 肺部感染, 骨折, 多脏器功能衰竭等并发症, 痴呆中末期是否选择鼻四饮食, 临终时是不是要靠气管插管等, 有创治疗继续维持生命, 由于重度痴呆患者本人, 不能表达其临终意愿, 这些医疗决策一般由监护人或者子女决定, 国外的经验是在老人尚处于自主行为能力时, 进行临终医疗决策, 也就是拟定生前预祝, 既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, 签署地说明临终时或伤病末期, 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指示文件, 它是解决, 失去自主行为能力老人, 临终医疗问题的有效法律保障, 很多年前在国外就已经得到推广普及, 目前推崇了临终前的医疗模式以舒缓疗法为主, 在疾病的中末期, 或为患者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, 提供身体、心理、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服务, 提高生命质量, 帮助患者舒适、安详、有尊严的离世, 保证患者被持续监护, 痴呆后期的安全问题集中于患者的活动行为, 注意力分散和躁动可使得患者四处游走, 如果独自外出,很容易走失, 相关研究显示, 约65%的痴呆患者在有照料者看护的情况下, 还会发生走失现象, 走失的风险不言而喻, 最严重的导致死亡, 具体预防措施包括, 告知照料者所有痴呆患者都有走失风险, 即使患者以前从未出现四处游走, 或表现出危险行为, 无人照料时,痴呆患者走失风险最高, 所以,应尽一切努力, 保证患者处于持续监护中, 如,为患者佩戴智能定位装置, 利用社区资源成人日托服务, 看护机构和照料者支持小组等, 减轻家属及照料者的负担, 避免财务处理不当, 早期痴呆患者由于决策能力丧失, 容易发生财务处理不当, 以及上当受骗等问题, 曾经发生过痴呆病人, 把银行卡上的财产转给网友的案例, 同时,经济行为能力下降还意味着, 遗嘱和财产分割等重大事项能力下降, 这就要通过精神行为能力, 司法鉴定和公正处公正, 使家人权益得到合理保障, 所以,认知能力正常的老人, 在行为能力上完好的时候, 不妨提前做一些次雷工作, 以免给家庭和子女带来不必要的财产纠纷, 给予家庭照料支持, 痴呆患者的照料者往往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, 特别是当患者认知功能减退, 或行为症状恶化时, 患者生活不能自理, 有时不配合吃饭吃药, 大喊大叫, 不讲卫生, 晨宿不睡觉, 严重困扰着家人的学习和生活, 有的子女会感觉父母像变了一个人, 照料者情绪失调会演变为焦虑和抑郁, 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这一点, 照料者应该在适当时候, 寻求家人及朋友的帮助, 减少看护的时间, 带老人及时就诊, 必要时将老人送往养老机构短暂休息, 社会公益机构及医院也应该对照料者进行心理支持, 在北京就有一些机构和医院, 定期开展痴呆患者家庭的社会支持活动, 此外, 从社会支持角度, 应建立统一的痴呆老人评估体系, 尽快将痴呆老人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范畴, 制定痴呆老人照护服务准入及收费标准, 加强照护者的技能培训, 以及专业照护人才的培养等, 保障痴呆老人们的生活质量并延长生命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,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,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